遇见这位环卫工人纯属偶然 只是没想到偶然的遇见却也带给我许多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他大概60出头 这一片的环境都是由他来管理的 看着他打扫的过程 我好像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环卫工人如何工作 如何进行简单的垃圾分类 可能也是因为民众没有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所以需要还为工人来进行分类工作 他开始费力地将这个垃圾桶慢慢放倒 当我看到他一个人费力地处理垃圾时 觉得非常难过 很心酸 很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 也希望人们能够尽快培养垃圾分类意识 减少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可以看见无论是可分类还是不可分类的垃圾都混在了一起 甚至地上还洒满了咖啡粉 好 就像是可分类的 为了更加了解城市垃圾的分类情况 于是我采访了环卫工人 您可以介绍一下您平时的工作是什么吗 这张工作就是早上4点钟到马拉上扫 扫过之后又切扫车 三个轮上扫到马拉上去 然后又切扫车再把它去走 那你们就是有没有规定哪个垃圾要放到哪个 有没有规定就是关于垃圾分类呢 现在没有 但是没有规定 但是我都讲过了 平常又这么高 但是其实还没有事情 如果就是垃圾放到垃圾桶里面之后他们会被 有这么轻轻的车送到正常站 正常站打包 打包然后就送到发电厂 一般是焚烧还是什么 焚烧 那就是无论是有可回收的或不可回收的 都是要被打包送到发电厂是吗 对对 垃圾分类和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不能永远只依赖于环卫工人 也许你无法理解垃圾是如何影响这片土地的 但是如果你比平时多做一点 这也是一个对别人施展善意的方式 行动了 行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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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像